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影视资源方面 任佳伦可以说是大男主剧不断 先是合作李兰迪出演了《流水条条》 随后又与彭小冉联手主演了《凤凰台上》 每一部都是有助足够豪华的制作班底 更都是未播鲜火的状态 这还没完 就在《凤凰台上》还没迎来全面杀青之时 任佳伦下一部新古装剧《家欧天成》也是在近日曝光 根据相关博主的爆料 改剧相关的筹备已经在暗部就班的进行中 或将有望在第三季度开拍 电视剧《家欧天成》根据《十四郎》的同名小说改编 是以男女主的成长和爱情为主线 讲述了仙门弟子心梅与战鬼族人陆千桥 在共同经历了种种危机后 逐渐爱上彼此 并最终携手平定争斗 还三界以太平的故事 整部剧其实与其他仙侠剧的主线相似 只不过在相关设定以及男女主爱情线上 却是有助别样的看点 对于任佳伦而言 在烈焰欲交际之后再演古装仙侠剧 在角色代入和诠释上 必定是将会更为的精准和出色 特别是在个人热度达到了新的高峰后 更是能为剧集注入更强的人气助力 除了任佳伦外 佳偶天成女主人选择依旧没有确切的信息 不过根据豆瓣以及网友的提名 诸如田希薇 白露 陈都灵 祝旭丹等当红小花 都有助极高的呼声 特别是田希薇更是被标注在了豆瓣演员列表上 这四位不仅都有助非常甜美出众的颜值 而且演技在线 更都是公认的古装美女 在过往作品中都有助非常出色的表现 尤其是白露和祝旭丹 此前与任佳伦在周深如故与烈焰中就有过非常成功的合作 若能再续前缘 显然会在各个方面呈现出更出色的默契和CP感 当然了 在有助任佳伦坐镇男主的情况下 后续不论女主花落哪位小花 佳偶天成或都会有助非常强的综合竞争力 更何况 当不少人看清该剧的导演是郭虎时 更是直言追定了 作为终生代导演中的实力派 郭虎有助非常娴熟的指导技巧 对于古装剧更是有助丰富的经验 此番就曾成功打造了诸如周深如故莲花楼等多部口碑佳作 有郭虎的亲力打造 再加上与任佳伦在周深如故中积累的合作默契 显然会让佳偶天成在各个方面具备极其强劲的竞争力 毫无疑问 以佳偶天成的剧本 加上郭虎的坐镇 再有助人佳伦的抗拒能力支持 整部剧未来的前景显然是一片大好 后续若还能再加入一个颜值演技兼备的女主 那整部剧更是有望成为未来古装巨星的天花板 当然了 目前佳偶天成仍在筹备之中 阵容上也存在著诸多变数 究竟最后阵容如何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